当年明兰离开过别院 回二爷 是的 回来不久就发现有了申孕 我当时听到郑妈妈 劝大娘子舍了这孩子 可大娘子坚决不同意 郑妈妈担心孩子出生月份不对 怕二爷起疑心 便偷偷去买了催生的药 算好日子 将孩子提前出生的 你是禅伯 你说 当年孩子是否昨月 那孩子看着像是不祖月的 可是郑妈妈坚持说是祖月的 我就想 那也许是先天不足吧 是否服用了催生之药 确实服用过 另外还加了丁香 舍香 叫以往的催肠丸呀 但是药力大了不少啊 你 二位可知道 冤枉罗家大娘子的后果是如何呀 二爷 我说的都是真的 我敢向这人仆萨发誓 如今你找来两个人说当年之事 怎么知道你不是在诬陷户母亲 你母亲一死 她院子里那些老仆全都四散了 老夫人想留郑妈妈照顾刚出生的你 他都居然离开了 这是为什么 你不觉得奇怪吗 白管家 二爷有何吩咐 去请郑妈妈要快 是 带走 是 官人 臣来谋害孤大娘子 有冤枉宜宁 你一个田房 倒还挺庇护人家原配的啊 田房怎么了 你个疯女人 你有什么证据 能证明你没有诬陷孤大娘子 到底是我诬陷她 还是她自己不干净 不如你们看看这封信吧 这可是当年 罗承文亲笔写给顾明兰的信 你 你大伯父有胆子血 却没胆子送出去了 最后被我找到了 一派胡言 这些是大伯父写的 与我母亲有何干系 我母亲没有做错事 你这不是胡搅蛮缠吗 我怎么胡搅蛮缠 若不是你母亲招惹 你大伯父怎么有胆子 去对自己的弟妹动心思 我们罗家的脸还要不要呢 你给我住嘴 大哥 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我罗承文对天法事 我跟明兰绝对是清白的 二弟啊 我们算可以一起长大 我 我是轻木于明兰 但是明兰并不知道我的心意 当年母亲把明兰许配给你 我就已经断了这份念想 只是 只是你后来因为妾室辜负了她 我心中有份 才写下了这封信 总算把你的心里话说出来了 够了 你们两个 你们两个 这么多年 都把我当成傻子 二弟 明兰绝对不是这样的人 这么多年了 难道你还不信任她 那她这辈子 算是错付了 住口 罗承文 你有什么脸面这么跟我说话 你就不配当我大哥 大哥 大哥 父亲 谁是你父亲 谁是你父亲 二爷 老夫人 老夫人 可是七姑娘又发生了什么事 我要问你 你当年义无反顾地离开罗府 是为了保护仪宁 是为了保护仪宁吗 我一直想不明白啊 明兰死后 你马上是为了保护仪宁 你马上遣散所有帮助她的人 你这是在隐瞒什么 我原以为你心狠 可你却养了一个 懂医术会武艺的青渠 EDEN 草极宁室 送到了仪宁 身边 这就说明你 心里一直在惦着她 既然惦着 你当年为什么要决意离开呢 你赶紧说吧 现在已经有人 在查姨宁的身世了 你这次过来 是二爷把你叫回来的 你要再不告诉我实情 我怎么护住姨宁啊 七姑娘 其实不是七姑娘 什么 什么意思 当年大娘子和二爷 都在和离书上签了字 可您却坚决不同意他们和离 大娘子只好必去别院 别院一向清静 那一晚却闯入了贼人 掳走了大娘子 那人只说 让大娘子去照顾一个伤患 不会伤他 其间我们也确实收到了大娘子的信 让我们放心 不必报告福利 过了不久 大娘子果然被安然地送了回来 看上去别无异样 只是不久 便有了身孕 我们下人只是欢喜 哪里知道其中的端倪 再后来 大娘子越来越郁郁寡欢 吃不下 睡不好 落了心病 我一再追问 他才说了实情 孩子 孩子不是二爷的 原来 他不会落父 愿意留在别院 竟是这个原因 大娘子临死的时候 唯一放不下的 便是这个孩子 我为了不让七姑娘的身世 惹人猜疑 便嵌散了下人 只要我们不在 世人 也无人知晓 这么多年来 我一直 也不能为 实不知为 是我害了敏兰 是我 老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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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您现在不想要这个孩子 老娘 立刻带她走 带她走 她是我们一小带她的孙女 谁也不能带她走 我们也不清楚 只记得那人 穿了一身小兵的衣裳 还受了伤 想起来 她说请大娘子去救一个将军 只是后来便没有再见过他们 怨孽儿 真是 怨孽儿 你可以走了 等等 明日 二爷要是问起你来 你知道该怎么回答 回老夫人 老奴会把这一切都带进棺材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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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你一定要给我保护好一宁 现在发誓 是 我罗申远 对天起誓 今生今世 无论发生任何事情 我都会保护好一宁 不让他受到任何的伤害 如有违背 愿天人共弃 死无全尸 我似手伤如一末 你怎么能摆透我 等等 我先回见 来 带你回见 是 一个叫做 敢一生温柔 人万千人影琢琢 不是吗 认定你轮走 心无极后患 都不会再一个事了 用一生见我 你轮轮如鸽 在心底 鸿沫 是一个交锁 让一生温柔 人颜土大雨磅礴 海山先回过 心一念如昨 你轮轮如鸽 你轮轮如鸽